有時候還是可以轉筆 我有試過轉筆也是一種方法 尤其寫傳書啊 傳書的轉筆有時候是還算可以接手 雖然我不太轉 感覺是一筆的 換一招 先把這寫完 再來寫旁邊 這個旅程終於要告上一個 中間點也不算終點 因為還要寫千字文 因為每一個字帖 你都要當作一個旅程 完了以後要寫一個報告 告訴人家你留下多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都會再寫個千字文創作一下 雖然說創作是很痛苦的 去旅行是很高興的 旅行會來叫你寫報告你要不要 不要 可是如果你要有記憶 你還是要寫點報告 你才會回想說 喔 當時在那裡好玩 還有什麼值得紀錄的 替自己的旅程做個紀錄 現在大家都很懶都用照片 照片 照片就不用動心力的 不過書法沒辦法 書法一定要靠創作 來證明你的經驗 到底是還記得多少 隨著我自己錄製的視頻 逐漸增多 創作千字文的次數 越來越多 還有字庫越寫越多 這都是一個人生的經歷 每個人人生的經歷 只有自己能記錄 別人對你的經歷沒什麼興趣 要自己記 但是如果你去一個地方旅遊完回來以後 你的記錄是讓人家覺得很有趣 那你就有價值了 所以這個做法我一直堅持很久 雖然有些書有會說 老師你不要做那麼辛苦 你先做一個摸摸摸字體 我們需要 我都不想被人家插隊 因為一插隊以後 這個旅程就沒辦法完成